好了我們來看到一下來選台北市長的這個陳時中呢 來做一個政選的過程 結果有人跑出來大喊一些話 我們來看 他有提到以民為先脫去旁邊 陳時中臉書被灌爆 怎麼說呢 當時陳時中到萬華龍山市這邊 做一個競選的哨事的時候呢 突然有一個民眾啊 他跑上來高喊 請問陳時長 你願意守護台北市民的財產嗎 台灣的金融業 期貨業都是詐騙集團 結果講到一半呢 就被人家 就被萬華分局給架離現場了 那我們可以知道說 他們這個立委無私要提出來說 身為競選團隊的總幹事呢 我也特別了解驅離的安全人員 是不是部長的隨護 是不是競選總部或黨部的人員 查證之後確定是台北市警局 萬華分局的同仁 基於維安及現場的秩序 依全責執行公務 並且他也提到說 未來競選過程中的基層形成呢 難免都會接觸到各方人士的陳情啊 那台灣作為民主的國家 我們尊重任何人表達自己的意見 自由的部分 但希望抗勤 成抗者呢 能夠盡可能 理性平和 並且兼顧意見表達及安全秩序 對於這個部分來說呢 我們看到另外一邊 來看到其他人是怎麼回應的 民進黨的總統及選舉 嗆陳時中是自由業 又嗆蔣萬安立委呢 那目前蔣萬安提到說 他是虛心接受這個部分 那我們可以看到 當人提出陳情時 他的下場就是連人帶走 被架開 所以陳時中競選 進辦的發言人莊正祥就提到說 當時是現場的記者 認為抗議的民眾 已經妨礙到採訪了 才會由萬華分局的警察 組長跟組員上前駕離 但是也有人提到說 哪一個出來選的 沒有被嗆過呢 又不是皇帝出巡 要保護得好好的 蔣萬安跟柯文哲市長的行程中 也常常被嗆啊 但只要沒有激行 過分激動的言行呢 那市警局通常都不會去 把人駕離的 所以他覺得這個說法 好像有點瞎耶 那我們也看到也有人提到說 原來部長所謂的扛責任 就是把市民 給陳情民眾給扛走 那警方這邊是提到說 萬華分局的解釋 是為了保護陳情者 因為怕現場陳時中的支持群眾中呢 有不滿的情緒反應 擔心會出問題 所以警方站在的立場 是保護這位陳情者 所以才把他架開的 那我們可以看到 就是網友的提議就是 抗議來我就扛 陳情來就把你扛走 以民為先 人民陳情抗議先拉到旁邊 抗議直接被拖走 好粗暴喔 或是以民為先的民 是民進黨的民吧 陳時中把民眾直接架離 的新聞跟圖片 怎麼都不敢貼呢 哪條法律可以把人直接拖走 你是哪一個官 所以其實網友對於這部分 是直接灌爆陳時中的臉書 去留言對於這樣的不滿 而許曉信提到說 陳時中一邊開口說 對萬華道歉 但同時卻把榮山市的門口的人 抗議的民眾都直接拖走 這根本是雙面人的一個形式 所以其實可以看得出來 在陳時中的這個過程當中 一個人提出來的話 似乎不順了 他的下場就是直接被給脫離掉了 當然各方人是各方解讀的解法 你的心裡怎麼想 我想你應該知道 也可以在留言區跟我們一起聊聊 但是當我們可以看到說 當初綠軍污衊萬華呢 是防疫的破口 陳時中參選後呢 急忙到萬華想補這個破口 卻當場被嗆瞎了 此外指揮中心交接典禮上面 找來了女主播歌公宋德 陳時中12分鐘 更被踢爆說 這場的記者會 疑似是動用了防疫特別預算 藍軍轟這12分鐘的稱讚 難道都是從百姓的納稅錢換來的嗎 當初綠軍污衊萬華是防疫破口 陳時中選舉想來這補破口 卻當場被嗆瞎 這個第一次在選的是用化 你可以在選嗎 一個來一個來 好沒關係我們繼續 嗆瞎的人當場被拉開 有人嗆他 但交接典禮上有人這麼誇他 欣賞事成一帆風順 防疫記者會上公開祝他動算 女主播歌公宋德長達12分鐘 更有人踢爆這場記者會 動用防疫特別預算 明目叫做防疫政策媒體溝通採購案 前後共編列6709萬 得標的三間公司 分別是民視文化2420萬 和民意傳播公司等 而記者會的主持人 恰巧就是民視女主播 難道對陳時中的12分鐘稱讚 真是劃百姓的納稅錢付費換來的嗎 尤其這6700萬預算 若買特效藥可以多3400人吃 還能多採購17萬劑疫苗 太離譜了 買疫苗買快三劑等等的 或者買藥 結果你拿去替你歌公送 都12分鐘 那都太小了吧 香港標榜不知道 防疫沒特效藥 沒疫苗會出人命 6000多萬對大官恐怕認為是小 但對百姓來說 卻是救命關鍵 記者綜合報導 台北市長參選人陳時中 他是在昨天上午前往台北的 這個榮山寺做參拜 那榮山寺的董事長呢 黃書偉就趕緊送了一幅寫著 以民為先的這個字畫當作伴手禮 但是在這個過程中呢 突然有民眾跑來抗議 並且大聲的質問 請問陳時中可以保障台北市民的財產嗎 卻遭到旁邊兩名人士給嫁走 這真的就是以民為先 民眾說話就把你先請離開 那中天辣碗報的來賓呢 朱凱翔就怒轟 執法就是出現了雙重標準 這個男子他就只是站在陳時中面前 對他大聲講話而已 對他大聲講話而已 他甚至不是抗議 也沒有講什麼三字經 對 後來發現說他是陳情的東西 好像是跟一個什麼直銷有關 直銷還是一個什麼 反正就是一個金融 金融上面的一些爭議有關 他甚至不是針對陳時中本人 在叫囂在抗議 結果就被警察直接拉走 然後警察至少有幾個瑕疵 包括警察沒有穿著完整的制服 或是完整的這樣的一個裝備 然後同時他到底有沒有出示警員證 他有沒有表明身份 再來你有沒有告訴這名男子 他犯案的室友 你就直接把他拉走 這件事情立刻就在網路上面 引起很多討論 包括什麼 包括就在不久之前 不久之前還記得蔣萬安嗎 蔣萬安去掃街 有一個大媽跑他面前來講說 我要你的DNA 什麼之類的那種 就是也讓大家覺得很荒謬 說要怎麼要你的DNA 一般DNA都是靠著體力來傳送 不是嗎 然後就是當著面 蔣萬安還跟他在那邊 在那邊喇塞喇了很久 講說可能在討論DNA吧 之類的討論很久 那為什麼陳時中他面前 有個阿北對他大聲的喊 要保護臺北市民的財產嗎 這後來有什麼錯 立刻被拉走 這執法怎麼會出現 這麼不同的雙重標準 一個是陳時中 現在是個一屆平民 一屆平民 為什麼警方要對他這麼進行 這麼高規格的維安 到底憑什麼 還沒當選一屆平民就這樣子 剛才你當選還得了 是不是也要用鋸馬 把人民隔到多遠去 當然參選冷望程度 可以申請隨護 那是一個隨身保護 你什麼資格 可以把維安拉到這麼大面積 為什麼謝克洋不能在他旁邊 隨護應該是說 如果今天我要對你動手動腳的 那隨護我把我擋開 你憑什麼他什麼事都沒做 他只出一張嘴 你就可以把他隔到馬路之外 隔一兩百公尺之外 這什麼垃圾維安 選個屁啊 你們出來當公僕的耶 你還沒選上的時候 你價值比什麼人都大了 我真的覺得 我真的覺得台灣警察 你們不要看著今天 現在在選這些首長 將來拿誰不定就是你老闆 就拍馬屁拍成這麼噁心啊 我看這個真的非常生氣 我覺得對 剛剛講的以民為先 中間要打一個那個符號 以民進黨為先 因為憲法修正案第一條 綠能你不能啦 好不好趕快修憲 好 現在疫情持續緊繃 推薦給大家可以使用我們 旺旺雪神的微酸性電解 次氯酸水 如果你的空間比較大 大概有8坪的話 那麼可以選擇這一組 好 如果你會說你的空間比較小 推薦給大家另外一組 80mol的容量的霧化器 在哪裡購買呢 就是到我們快點購網站上頭 就能夠買得到 是 啊